有科学家发出这样的预警 未来人类之间最大的战争呢 是跟气候之间的战争 以及跟病毒之间的战争 目前在中东出现一种 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 有人很担心 它会不会像SARS这么恐怖 我们先透过这些图表 来认识这个病毒 两种病毒呢 它都足以引发致命的感染 同时呢 它的症状也很像 会发烧 会咳嗽 而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呢 它还会导致肾衰竭 会不会大爆发 会不会在短期之内呢 演变成人传人 此刻都言之过早 而这个病毒呢 国际间叫它伦敦一号 跟SARS病毒 它都是一种冠状病毒 差一点是两种病毒 它的基因序列不同 那么对此呢 台湾的警管局也非常紧张 找来专家 目前已经把它列为 是第五类的法定传染病 同时正式命名叫新冠病毒 虽然呢 它们都是冠状病毒 但是基因序列不同 所以到目前为止 对于它到底是怎么样传染的 并不太了解 我们的管制措施 目前初步的是 现在机场 只要出现了发烧 38度以上 还有严重呼吸道症候群 在24小时之内 必须要立刻就医隔离 入境机场 一旦旅客有发烧超过38度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就要强制送医通报隔离 会这么谨慎 因为卫生署已经将基因序列 2012伦敦一号的新型冠状病毒 正式列为我国第五类 法定传染病 并正式命名新型冠状病毒 呼吸道重症 简称新冠病毒 因为对新冠病不了解 专家只能拿SARS做例子 两者同属于冠状病毒 初期症状很类似 都会出现发烧 头痛 咳嗽 严重呼吸道感染 不过SARS患者 末期肺部会呈现白色 新冠病毒患者会出现肾衰竭 症状像 但专家最担心的是传染途径 SARS至今有飞沫传染 不过新冠病毒却找不到传染途径 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两个病例 而且这两个病例之间 显示并没有互相的接触 所以说目前的话 还没有证据来显示说 它有人传人的现象 但是当然是不排除 有这种可能性 疾管局说的保守 但防疫专家表示 中东两例是已知个案 是不是还有潜伏个案 却是未知数 新冠病毒和SARS 同属于突变病毒 但基因序列不同 相同的是 一旦疫情蔓延 后果不堪设想 中天新闻 陈建雄 杨慧文 台北报导